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一周以来其实市场都是主要还是在反映即将大选 那可能市场可能会认为说有一些变数 那所以有一些逢高的一些压力慢慢的浮现出来 所以今天的这个礼拜的行情比较偏向于压抑的一个行情 压缩的行情 那这种压抑压缩的行情它并不是弱势格局 千万不要搞错了 它不是一个弱势格局 它单纯就是一个重大事件 重大的不确定性在前面即将发生之前市场的观望 而造成的一个指数或个股的一个 可能走这个像这个所谓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波动 出现一个停滞的一个现象 甚至是拉回修正的一个格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去思考了 那大选终究你要下周就就在明天 其实明天大家都知道结果了嘛 那到底是是所谓的蓝色绿色还是白色 其实我们对我们做交易员来说 其实我们就是事前都先做了好几套的剧本了啦 我们都做好剧本了 那因为没有人知道结果吧 所以我们就会先做几套剧本 那从几套剧本里面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标的 是在选后 就是所谓的一个下周开始 那什么样的标的 它或许是在蓝绿白之间的某一套剧本 里面受惠的厂商 那这个受惠厂商 你说那大选结束之后 受惠的厂商 受惠的公司 那股价会反映 可是问题是我跟你讲 很多将这种利多反应 有时候反应个一两天 有时候甚至可能就是开高走低就结束了 那所以此时此刻你要看的是 选后什么样的企业 它是受惠于有政策的利多 那可是问题是不单单是政策利多 不单单是所谓的一个色彩概念股 你说绿色色彩还是白色还是蓝色色彩 不单单是不单能不单单不能只是一个色彩概念股 就就你就认为说它一定要涨到哪里去的 我们我说做股票你不能这样想 它是色彩概念股里面的受惠的厂商之一 而它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把它挑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必须看到是它 基本面 因为选后一切回归基本面 回归基本面之后什么样的公司 它本来自己本身营运就进入谷底翻了 你进入谷底翻代表你的股价 就是进入一个波段的底部区 准备起涨走波段了 那刚好你又搭上了所谓的一个选后的一个色彩概念股 你可能是蓝银色彩 你可能绿银色彩 你可能是白银的色彩 色彩概念股 你刚好搭上了某一个阵营的某的一个色彩 形成的色彩概念股之外 重点是你本身自己就是进入一个 你本身营运进入所谓的谷底复苏 那其实在这当中里面 我跟你先提醒各位了 下周开始一定要注意 在这当中所谓的它符合色彩概念股里面 有没有企业是本身就进入一个自己的复苏 谷底复苏阶段的 有没有 有 毛利率向上跳得很高 增加起码8% 10% 毛利率增加8% 10% 我就问问在线上的一些企业组 如果你本身你自己有在经营事业的话 你一个季度 你的毛利率既然能够跳了8% 10%上去 那是不是很可观 对不对 新的一个季度开始一定是有 一定是在财报上面的一个营运数字上面 一定会向上爬了 就是所谓的脱离谷底了 毛利向上走 然后你公司的营运 公司又搭上了2024年 2024年在整个全球的科技的新品里面的新趋势 因为是科技的新品的新趋势 所以它的年复合成长率是相当高的 所以你刚好在年复合成长相当高的初期阶段 你是直接受贿厂商 那难怪你毛利要向上拉 为什么毛利先向上跳 因为你开始 因为有些大的终端的一个大厂已经开始跟你拉货了 所以毛利率 应收要陆续灌进来 毛利向上跳 这个你要注意 所以像这一类公司 就是我讲的选后 选后对 它符合了可能绿色蓝色或白色的色彩概念 但是在这色彩概念里面 有谁是本身自己很争气 我不只是色彩概念 我自己很争气 我自己公司营运上怎么样 我落底之后开始走路 复苏回升 那股价自然而然 它势必一定是在逐底之后的底部起长区 所以我说你要底部减钻石了 对不对 你要弯腰减钻石 买底部钻石股的时机 在选后请特别特别观察 什么样的企业 底部钻石股要去买进 那其实本周选前的这一周 其实我们已经有提醒 提前的提醒我们的家族成员们 已经有在建立了 建立了这样子的企业公司的一个股票 已经开始做一个投放资金了 我们已经提前做动作了 所以其实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告诉你 选后在台北股市的一个观察来看 这么多年来看 选后的一个月 选后一个月的股市行情 基本上都是向上走的几率相当高 高达七成到八成 选后一个月指数向上走的几率 高达七成到八成 但就回到我刚才跟你讲的 现在这礼拜的家旋指数的休息整理 它不是弱势 它是一个等待的讯号 那等待完毕之后 尘埃落定之后会怎么样 就转折了 就转折了 就向上了 那所以转折向上之后呢 什么股票会向上中 向上走向上冲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要符合我刚才讲的这种企业 本身你自己很争气 重新回到复苏了 而现在股价就在股底的位置 我们把它调出来 而且我们本周已经提前再慢慢的先上车了 所以听众朋友或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掌握 你想要掌握选后的 我们锁定的这个特殊的标的 你想要拿到相关资料资讯 你想要掌握这个特殊关键的一个标的资讯 第一时间掌握的话 那听众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加我的LINE 官方的LINE的 通常我都会在LINE上面去做一个提示 去做一个分享 那告知的动作 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我的LINE的听众朋友们 请你请你请你 现在就可以开始加我的LINE 然后呢 下周要做什么动作 买什么标的 就请密切密切的留意 密切的注意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 我们要来谈谈今天的行情 好我先跟你我刚才以上我是刚才先跟你报告 下周之后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挑挑什么样的标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标的的话 我说你加我的LINE LINE上面我们陆续都会跟各位分享 那你就可以去第一时间的去掌握住 好所以赶快先加LINE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今天的行情的 一样又是创新高 而且创挂牌新高 逼近涨停板 你会发现我们的节目 我不是 我不是一直 我不是随便拿那个涨停板的股票跟你谈的那种节目 我已经讲过了 我不是那个无中生有 或者是 每天硬要拿涨停板的股票 跟你说我们涨停板 我不是这种节目 我们也不是这样 这也不是我们的风格 我说过了 有做的我们才讲 没做的一个字都不提 有做的我们才讲 没做的我一个字都不提 昨天我们又再回到这个细光子来谈了 对不对 细光子的股票 1月初的最新 最近最新的这一次的拉回的买点 转折买点在1月3号1月4号 那我们也带着客户 我们的家座成员 这一波做细光子的这些成员再买一次 那这个节目中我昨天就讲了 那到今天6月12号 到今天6月12号 这细光子的股票创下了挂牌以来的新波段历史新高 所以你看这一次1月3号1月4号的这一次最佳的最新的买点 如果你又没有抓到的话 那你看 才短短几天从1月2号 1月3号到今天1月12号 短短的一两周的时间 这档股票居然怎么样 创挂牌历史新高 哪一档 昨天我已经讲了 这个CPU细光子的6451的讯心 昨天我还拿我的图卡字卡资料给你看 所以我说的 如果你是听众朋友 你没有加我的LINE的话 你可以加LINE 因为加LINE上面会有我们及时的一个解盘的影音 影音会有画面 你可以看到我在解盘影音中提供的资料数据 方便你去了解怎么操作的过程逻辑 所以讯心我说我怎么做 讯心我说当时 当时去年5月我们在媒体公开的 先提醒各位矽光子的概念 6451的讯心的时候 反正我说过 其实我的感受都是很深刻 记忆都很深刻的啦 每一次我都提前先率先说提出来 告诉各位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题材 什么样新的族群 新的产业你要去留意了 他脱离底部 主体之后就是所谓的底部钻石骨 开始发光发亮了 也没有一开始初期啦 通常初期是没有人会理会我的啦 所以难免有时候我们觉得 那种是有一种孤单孤独的感觉 然后甚至甚至有一种就是不被市场重视的一种失落感啦 我就是直接跟你跟你分享我的心 我们的一个感受了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有时候真的不免会有一种觉得 其实我们并没有都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重视啦 虽然我们这么这么这么战战兢兢的 我们这么这么认真专业的在做这个事业 可是然后每一次不断证明 不断证明 你看我们每次都在底部的一个起掌区提前都提醒你 我们每一档标的 我们都在底部减钻石之后呢 赚到一个大波段 每一档我们都赚波段的角度去拿到 我们该拿到的一个大的获利 虽然我们做到了 可是这个市场就是我们很难去改变 投资人的一个情绪操作啦 那我常常讲千万不要情绪操作 你今天在想什么 有时候是受到盘面的波动影响 今天的电视新闻盘中节目在讲什么 什么分析是讲什么 影响你的情绪 情绪影响了之后去做了一些交易行为 那就是情绪交易 情绪交易往往结局是不理想的 所以我说你要摆脱情绪交易 你的格局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逻辑 那这个是自己的 你要能够有自己的想法逻辑 那当然你就必须要一定的一个交易经验 经验的累积就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那我就跟你分享 我说你看 去年五月我们在讲西光子的时候 当时的讯息才85块上下 那当时来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85块上下讯息的这些好朋友们 认同我的这些好朋友们 我讲真的 我说过了 其实都是这样子 每一次救会人不会 因为救会人已经是救会人 跟着操作过了 他们知道了 了解明白了 所以他们很乐意的跟着我们提前去卡位 市场没有人在探讨的一些族群产业 因为他们知道最后结局是很美丽的 最后的果实是很甜美的 他们尝过这个甜美果实了 可是新成员刚加入 我今天刚加入了 那我在等老师通知我 买进最新的最新的一个底部钻石 对不对 对 那当我开始通知你的时候呢 公司电话都开始响了 公司电话都开始响了 我想什么 打来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说 刚刚今天老师通知我们要去买的这个标的 他老师为什么要认为他会涨 那真的会涨吗 那你觉得我可以买吗 这个股票会动吗 然后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什么什么族群 为什么老师不是带我买那个 而是带我买这个 我是不太了解的族群个股 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声音 就会传来传到公司这边来了 每一次哦 都是哦 我讲每一档哦 那 听关投资朋友没有错 投资朋友没有错 因为这是和非常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才说不要情绪化交易 那我能够改 我能够说的就是我叶子杨 我从头到尾 自始至终我没有改变过 我节目中我所说的做法 我私底下带我的客户做 就是那么做的 没有改变过 所以因为我买 我带你买的标的就是主底的 底部准备起来的 市场上目前可以讲说 没人没人会理会他 没人关心他 没有相关新闻力多的 所以我带你买的时候 你或许会有那种想法 我跟你讲 那才是正常的 你懂吗 如果你今天报名之后 然后我跟你讲 去买一档标的 结果是什么 已经涨了三个月的标的 已经今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标的 或者是你看最近 大家都在讨论什么 神盾集团嘛 对不对 大家都在讨论神盾集团的股票 如果我今天带你去追 神盾集团的股票 那你就要担心了 那个涨了几个月的 神盾集团的股票 然后老师带我 今天带我去追 我是新成员带我去追 可是老师节目中说 要带我买的是底部 刚要上来的 那个你就要担心了 你懂吗 那代表我今天 我节目中所讲的 跟我市场带你的 是两回事 是不一致的 是欺骗了 你懂吗 是欺骗 所以我说 当你今天报名之后 跟我操作之后 我带你买的标的 是你可能发现 最近市场上 没有人在探讨的 甚至是你不熟悉的公司企业 那根本都还没涨的 那我跟你讲 那就对了 你找对人了 这个团队 叶子洋 包含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没有在欺骗你 你来 我就是带你买最新的 底部的 准备要涨的 而不是那个已经涨好 好几个月的 懂 所以来了之后 别急 心态上放轻松 你都报名的 相信我 放轻松 等我通知 你再出手就好 那当我通知你的时候 你就一样 放轻松 放轻松 开始照我给你的建议 价位区间 去开始布局 投放资金 然后准备展开 股价翻 开始慢慢变高 变高 越走越强之后的 累积成成一个大波段获利 这一路就这样做的 所以你看各位 你看一下这个K线 我现在提供给你这个图表 有加我赖了 可以点选影音去看 这是6451的讯心 当时在这个位置 才80几块的讯心 有没有 去年5月份 我在讲的时候 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 这是月线 各位 你看一下 这是月K线 一根K线代表一个月 他是经过这么多K线 代表什么 他经过长期好几年的修正之后 整理好几 整理了一两年之后的尾声 在这个位置 去年5月 有没有 在这里 我提醒客户 可以开始注意他了 开始布局 开始做什么动作 开始了 那大家跟着乖乖做之后 股票向上推 推上去之后 又休息下来 推上去之后 又休息这个地方 我认为 我视为他是一个第二买点 所以原始单 鉴率100 假设你买了100万了 如果你手上还有资金的话 第二次加码点 在这里95块上下 90块上下 所以如果你手上还有资金的 我说持有这个讯星的这个家族成员 如果你要加码的 这里还可以再加码一次 有没有 你说老师 可是我就一笔资金 第一次我买完讯星之后 我就没有资金的 那我会跟你说 你不用 没关系 那你不要加码 你就原始单抱着就好 还有资金的 他难得拉回 难得拉回 还可以再买一次 加码 好了 买完之后 你看又喷上去了 又喷了一大段上去之后 又有一个拉回 这个拉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次 最近这一次的买点 最新买点 1月份的买点 1月初 1月3号 1月3号的时候买点 1月3号的时候买点 我们掌握住了 再买一次 那一样老话一句 原本就有买的客户 已经没有资金的 那我说你要加码 可以加码 没有资金的 就不用加码 没关系 你原本不会继续抱着就好了 对不对 你80几块买的 90几块买的 继续抱着 然后呢 这一次有资金跟着再买的 买在141 买在141 141买上来到今天来 我们看今天最新的K线 最新的K线 你看涨得不一样了 你看 这个月的月K线 是不是再创新 拉脱一个长红创新高了 而且这个创新高 创什么 创他挂牌以来的新高 沿途一次两次三次买进 创挂牌新高 沿途一次两次 从85块到今天创新高 192哦 85到192 有没有超过一倍的获利 有没有到120% 差不多120% 原始部位120%获利 沿途加码的也到 95块加码的那一次 到今天也差不多100%了 有没有 一倍了 两次买点都一倍 第三次最近这一次 141买的呢 今天也创新高拉起来了 有没有 创新高拉起来怎么样 差不多怎么样 最近这一次也差不多40% 1月初买了标的到今天将近赚40% 然后你看今天 如果今天市场有任何一个分析师叫你去买CPU细光子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啊 如果你看完我的操作之后 你再看看这个市场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分析师带你去买 讯新啊 细光子CPU的股票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要帮我赚钱吗 还是你到底是到底是为了追而追 追完了上节目跟你说他有细光子 你知道你追很明显嘛 所以我说我叶子洋 我在跟你买的时候是没人要买的时候 没人注意的时候 可是却是买点 那当我今天已经大赚三四成四五成 赚一倍多的讯新的时候呢 细光子又再热起来的时候呢 今天如果还有人带你去追细光子 那你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你能信任他吗 他抱的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带你操作 他会雇你的死活吗 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了 六四六二的神盾集团 有没有 神盾集团我就说了 你们最近在追神盾集团 你知不知道几个月 神盾集团的新顶6695的新顶 我就跟你讲了 沿途再来一次买点 两次买点到现在已经八十几块了 两次买点分别是四字投 四十几块五十几块 有没有 到现在已经八十几块了 我带你去追六四六二神盾集团 你觉得我对吗 买点在什么时候 我早就跟你讲了 我们都已经赚多少 赚120%了 加码单都赚了将近七成了 你现在才去追神盾集团的股票 你说市场上这些分析师 到底有没有 你到底有没有心要帮助投资朋友 节目最后来 如果你要掌握最新的选后的标的的投资朋友 最新标的的相关资讯投资朋友 请你立即加LINE 立即加LINE 立即加LINE 或者直接加LINE之后留言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让我告诉你什么标的可以买 留言之后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电话 手机室内电话都可以 让我们电话通知你 选后要买什么标的 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